现在的运输机看起来比战绩都猛 前段时间美国空军与Jet Zero公司签订协议 计划在2027年建造一架一身融合体飞机 飞机的模样极其科幻 椭圆形机身细长的机翼跟B2一脉相传 不知道的还以为从塞浦坦星球来的 有意思的是这只是一架运输机 唯一特殊的点就是带了隐身的家字 问题来了 对于美国而言隐身运输机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隐身的运输机看起来比战绩都猛 纯飞翼是巡航状态下 升足比很高的一种气动布局 但是纵向稳定性太差 于是大家各退一步保留机身 也就成了一身融合机型 在美国空军眼里 一身融合设计就是自己百年难得的机遇 即将传统的管状机身扁平化 变成更符合空气动力学的三角形 载荷更高 消除了机翼与机身交接的直角 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 重点还是省钱 一身融合的效率比传统飞机高50%左右 航程也能翻倍 这能减少空军重要的年度开支之一 在美国这边 空军飞机和基地每年消耗20亿加仑的燃料 耗资数十亿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空军要找Jet Zero公司 生产一架代号为XBWE的一身融合体飞机 从原型图来看 XBWE与传统的运输机完全不一样 而是更像V2 布局上机身和机翼平滑过渡 结构上以扁平同体为基础 机翼在机根大大加厚 很自然地融入机体 能潜注降低RCS值 其尾翼较小 发动机没有放在机翼下方 而是位于飞机尾部 后略角度较大 有着明显的隐身化设计 机身在头上一层隐身器 堪称完美 这也是为什么隐身的运输机 看起来比隐身战机更猛 在颜值者方面 飞翼还没怕过谁 而且对于同样起飞重量的飞机 BWB集体的翼展和翼面积大大减小 飞机内部的可用空间更多 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 将使用XBWE的某一个版本 取代C5和C17运输机 或者替换KC46加油机 问题来了 这种一身融合的设计 到底好在哪儿 美国能顺利造出来吗 咱们先聊聊一身融合体的难点 毕竟性能再好 造不出来呢 也是白搭 BWB集体的缺点 光看科幻机身也能看出来 机动布局设计相当复杂 同时因为结构与常规布局不同 对飞控系统的要求也高 飞控方面的问题 属于BWB集体的咸甜缺陷 传统飞机的结构什么都有 升降舵 方向舵 和负翼三组舵面 来分别控制飞机的抚养 偏航和横移三轴运动 但BWB集体没有 其取消了尾翼 纵向稳定性下降 取消了垂尾和方向舵 自然横向稳定性也会下降 只有机翼后援的金负翼 完成稳定性的控制 简单来说 就是把之前需要两三步 才能完成的浓缩成一步 纵横方向的控制 都依赖金负翼 但这样一来 其横向运动和纵向运动 就发生了偶合 不像常规布局飞机 纵向和横向运动是分开的 同时BWB集体的操纵面很多 就比如B2 有20块操纵面 如此一来 操纵面之间就会出现干扰 从而带来的操纵效率问题 同时还会有操纵面 偏转的协调分配问题 研制飞控系统的难度很大 并且在起飞着陆时 BWB集体不能像传统布局飞机那样 通过金翼等来增加其生力系数 所以在起飞着陆时 飞机还需要具备较大的速度 同时特殊的气动布局 在带来较大升足比的同时 也导致飞机各处压力增大 所以要注意飞机抖震和时速 除此之外 机体减切力也需要关注一下 当飞机的重力作用中心 和所受的压力作用中心 不在一条线上时 飞机会受到很大的减切力 同时机体空间不太规则 基本上都是飞圆形界面 设计增压成立结构 和减重的难度很大 对材料的力学特性要求很高 所以飞机的加工工艺也是个问题 总结下来 因为气动结构的改变 飞机对材料控制等方面的要求 都水涨船高 研制难度相当大 但是如果问美国空军 能不能搞出来 火力军的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企业早就开始研究 一身融合机体了 比如波音的X48B 在AIA CTECH科技论坛博览会上 波音还亮相了一架隐身运输机 稍微有X48C的影子 还有落马的HWB AMCX AJACS方案 一直玩飞翼的诺格 也参与了研制XBWE 其中波音在21世纪初就跟NASA合作 研究出飞翼布局的X48B验证机 2007年试飞 这玩意儿看上去几乎没有机身 全是机翼 不过波音后来在2012年首飞的X48C 就稍微调整了一下 长成这样了 这点呢也很正常 X48B几乎只有机翼 纵向稳定性不好 航向稳定性只靠着翼翘小翼看来也不行 只能把后机身拉长 以增强纵向稳定性 再配上一对微型尾翼 同时加强纵向稳定性和航向稳定性 空客的MARIC验证机跟着差不多 这种布局大概率是技术先进性 与工程可行性冲突下 一种较好的折衷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运输机隐身化不是美国一个人的看法 俄罗斯也有这种项目 为了取代1276和N124 俄罗斯提出隐身运输机项目 也就是PAKTA运输机 重要程度与PAKDA隐身轰炸机并列 从现在的隐身运输机方案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就是俄罗斯的PAKTA 波音的X48C 诺马的HWB 还有空客的MARIC 这种的主要目的是省油 隐身只是附带的 原理就是减少飞行的阻力 这点火力军上面只是大致提了一句 下面咱们仔细聊聊 飞翼布局升足比比较高 而巡航阶段升力等于重力 阻力等于推力 高升足比就可以在发动机推力一定时 有更大的载重 可以携带更多的燃油 飞得更远 或者在重量一定时 发动机推力可以更小 更加省油 同样飞得更远 并让燃油成本更低 同时对发动机的要求比较低 这里可以参考B2 只用了四台F118 在采用同样发动机和同等起飞重量的前提下 C17和C5等运输机 在经济巡航阶段的飞行速度是0.7马赫 但是HWB的巡航速度能达到0.81马赫 实施跨音速飞行时的阻力能减少45% 与C17相比 X48C能把燃油消耗减少到70%到80% 而洛马更激进 提出把未来运输机的燃油消耗减少90%的目标 第二种就是专注隐身 波音今年1月份亮相的隐身运输机 洛马AMC-X AJACS方案 以及Jet Zero的XBWE 都是以隐身效果为主 部分设计甚至不亚于隐身轰炸机 但不管是哪一种 气动布局设计与飞控系统的难度都很高 不过美国企业研制这么多年 加上有B2这样一个成功案例 难度其实还能接受 最难的是俄罗斯 几乎是从零开始 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XBWE这样的隐身运输机 对美国空军而言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在美国的设想中 下一代运输机加油机 都脱离了从大型民航客机 改装的传统技术路线 基本上都是隐身的 BWB正式首选方案 作用也很简单 提升运输机战力的同时 增加防护能力 现代空战体系中 虽然运输机加油机这样的辅助机型 不是很起眼 但是作用不比战机小 打掉敌方一架加油机 可能造成敌方好几架战机 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毁 或者被迫提前退出战斗 作用比陆战中打掉一辆油罐车 困住一个坦克连 还要直接 而BWB集体空间较大 可以安装各种电子战平台 用于海上巡逻 或者远程空地监视时 可以安装各种传感器和观察窗 如果作为空中指挥所 也能摆放足够多的通信指挥控制台 同时足够大的空间 也可以更好地做到电子戈离 当然 最重要的作用 还是航程于隐身 美国空军现在运输机机队挺强的 大概有660架各型运输机 C5系列52架 C173型222架 C130系列超过300架 理论上来说 可以在24小时内将一个重型装甲师 横跨大西洋空运到欧洲战区 就这实力 欧视全球 就算苏联没有解体 美国同样掉大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 理论上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看 运输机刚进入战区就被干掉了 现在的防空系统连战机都走 别说一个机动速度更差的运输机了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运输机这种没什么防护能力的飞机 基本上就是防空系统的靶子 飞机落实城市 可以参考乌俄战争初期 俄罗斯空袭基辅时的情况 俄空降兵怎一个惨自了得 而且当前加油机 运输机不能隐身 与其他战机靠得太近 就会暴露F22和F35的位置 在无法提升机动速度的情况下 隐身能力就成了必要的选项 只是运输机隐身跟战机不太一样 缩小机身体积 降低雷达反射面积会影响运料 提高机动性 躲避来袭导弹更是不可能 只有改变气动布局 降低雷达探测距离 实现方法也不是很难 比如使用雷达吸收材料 或者先进的气动布局设计 之前洛马公司给运输机增加隐身 就是这样干的 洛马公司的C130J超级大力神 用的就是减少雷达回波强度 增加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 但是这样的设计 对隐身性能的提升很有限 BWB机体才是王道 除此之外 XBWE这样的运输机 也能把它看作拥有巨大载弹量的隐身轰炸机 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运轰一体化 就作用来讲 运输机和轰炸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一个是往下投放物资 人员 部队需要什么 投什么 一个是单纯的投放炸弹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快速龙项目的托盘弹药武器系统出现之后 运输机也能投炸弹 快速龙系统是美国2019年提出 然后不到两年初步成型 平台导弹都是现成的 需要做的只是导弹的目标选择 攻击控制以及任务快速改变 也就是说 只需要设计一个能兼容运输机货舱 以及导弹运载投放环境的托盘系统 说真的 不难 地面人员可以使用卫星通信数据链 向快速龙系统传输目标数据 而且现在的导弹都是发射后不管 可以在没有在机控制的情况下自主作战 至于卫星通信数据链的刷新率问题 根本就不用操心 空空导弹都能制导 更别说巡航导弹 小尺寸炸弹这些相对慢速的目标了 有了快速龙 运输机变身轰炸机毫无压力 根本不需要改装 只需要在货舱空间扔几个托盘 需要用的时候丢出去就行 远程打击的效果跟轰炸机一模一样 而且适用性超强 不同类型的运输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 搭载相应数量的武器 比如C17A运输机 可以用单个托盘 9枚弹药的装载模式 在搭载AGM-158B时 最大载弹量36枚 C130系列则是可以使用 单个托盘6枚弹药的装载模式 搭载AGM-158B时 最大鞋弹量10枚 所以运轰一体化 绝不是说说而已 总的来说 像运输机轰炸机这样的辅助机型 隐身化 作用还是挺大的 不仅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也能化身隐身轰炸机 跟B21一起执行轰炸任务 从作战角度分析 以后远程战略打击 估计是全隐身状态 作战行动的隐蔽性 穿透性更强 加油都是在对面领土上空夹 还有比这更嚣张的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XBWE 这样的隐身运输机 还能改造成什么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令人谢谢二人 我们下期见 快看 等